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源头顾 杨天迪 今天是9月12号 礼拜三 那台股在今天早盘开盘之后往下打 尾盘这个地方在12点半有一个拉抬动作 这个拉抬动作 我看了一个部分大概是在金融 金融一些拉抬的行为 然后包含了全支股 全支股有些拉抬动作 甚至包含了电子全支股里面 你可以看像台积电本来在盘下 后来拉到盘上 所以这个地方今天大盘的这个下影线 带上来这个下影线看K线 这个下影线基本上是全支股推上来的 全支股推上来 如果没有推上来 我们可能破了昨天的低点 在12点半的时候是跌破昨天低点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看起来整个大盘 它虽然是在年限之下有些防守 整个形态看起来仍然是一个区间整理 纯粹就大盘来看是这样 但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偏向空方修正的一个结构 所谓空方修正的一个架构 怎么去观察 因为现在的部分出现一个现象 叫做基优股主跌 不管你放什么利多消息都没有用 利多消息都没有用 基优股在主跌也就代表的 目前的盘面结构当中 其实它是一个空方式 是一个空方式 一般来讲现在 虽然是走到末端了 末端出现融资减肥 中线落底的必经过程 它有几个过程 第一个K线连续长黑 我们K线没有长黑 那是因为这个全资股把它撑住 所以你看大盘的一个部分来看的话 好像没有什么连续的长黑 这个杀杀杀下来回问 那今天又收回去 如果没有全资股今天是长黑的 如果没有全资股的话 今天应该是一个中黑K棒 或者长黑K棒 所以K线的连续长黑出现了 然后出现什么 融资快速减肥 所以我们三天的融资余 今天还不算 我觉得今天的沙盘很重 所以融资应该还是大减 到昨天的三天 就上个礼拜五 礼拜一跟礼拜二 这三天的融资减肥了88亿 上市的减肥了88亿 今天应该也会 蛮大的一个融资减肥 然后K线连续长黑融资快速减肥 基欧股补跌 目前是基欧股主跌 最后才出现跳空缺口 所以我想整个中线落底的必经过程是 K线连续长黑融资快速减肥 基欧股补跌最后是跳空缺口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基欧股还在领跌 就在主跌 下跌的趋势里面 如果纯粹就节奏面来看的话 应该是全职股先跌 所以我们看到像是平概股 像荷硕 鸿海 这个领先跌下来 跌下来之后 这些都是占全职的股票 全职股领跌 然后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就是基欧股主跌 目前正在进行基欧股主跌 而且基欧股主跌 主跌到现阶段 已经进入到 叫杀融资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末段现象 到最后叫投机股的一个 投机股的一个末跌 末跌是由投机股来 来做跌的一个动作 所以初跌段是全职股 主跌段是基欧股 末跌段是相对来讲 就是草丛马上的投机股 所以相对来讲 目前正是一个 你从大盘的结构来看 看起来好像是在那边震荡整理 但是就各类股来讲 他们在轮跌 这种轮跌的现象 尤其是在基欧股上面 特别出现 主要因为 我举个例子 像今天有一个利多 这个利多是春田 日本的春田 对于MLCC 有一些涨价的动作 还告诉下游的厂商 要赶快去找替代品 现在供不应求 缺货缺得很厉害 MLCC涨价理论上 对国具华兴科 跟合生堂是受惠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国具今天是这样走 直接开低 完全不反应力多 这个直接开低 杀下来 跌幅还好 跌幅3% 已经相对来讲 跌幅已经比较浅 因为他在礼拜一的低点1515块 他并没有破低 第二档就是2492的华兴科 跌幅也大概2.6% 这个快3% 盘中跌了快4% 哎 理论上MLCC的涨价 对这个国具跟华兴科来讲 合生堂是比较第三 比较比较小一点 我们就不谈 对国具跟华兴科来讲 应该是受惠的 但是呢 相对来讲 你可以看今天他们直接开低 也就说明一件事情 利多的消息现在是完全不反应 但是如果利空呢 利空就跌停板 稳帽直接开低打跌停 好 那稳帽为什么开低打跌停 因为之前 记不记得之前 这一段有没有 涨停板 这个涨停板是因为摩根大通说 调高稳帽的目标价到280 所以冲了两天之后 然后到昨天的一个收盘之后 突然发这个出现一个讯息 就是摩根大这个大摩 这个摩根大通叫小摩 小摩看好280 大摩说130 就告诉你130 所以外资的分歧的言论 造成了股价的忽涨忽跌 突然涨上去 突然的跌下来 这个打下来 所以当稳帽打下来的时候 这是利空 你看他利空的反应 是直接开低 开到快跌停 然后锁跌停 那利多的反应 还是开低 虽然没有打很深 但跌了5%左右 4%左右 然后有点收回 但也跌了快 也跌了3个百分点 所以利多的反应无效 利空的反应比较强烈 那代表什么 这个大盘是一个空方式 那空方式的节奏之下 我刚才谈到 因为现在主跌的部分在基优股 好的 专杀基优股 现在是盘面结构是专杀 越基优的 赚很多钱的 专门是被市场的一个卖押 这个来源都出来 那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就变成一个问题 当这些比较低价 这个本益比较低的股票 都在跌的时候 那些本益比较高的会怎么样 会补跌 对吧 补跌的现象已经开始出来了 你看我之前有跟各位谈过 台药 今天台药很强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四天前 这个今天不算的话 三天前 三个交易之前 它是在高档 然后三天之后杀下来 三天之后 从115块 一路杀回到90块 用三天的时间把它杀下来 这有点补跌的味道 这叫抗跌补跌 那抗跌补跌基优股 当然 为什么它会抗跌 理论上就是它很好的一档个股 基本面很好的股票 为什么会补跌 因为其他更好的 北比更低的股票已经杀下来 所以抗跌的股票 到最后都会出现杀盘动作 像这一档 这档真的非常具有竞争力 那这档叫穆德 一样 三天前的高跌在480 三天之后变成380 你们看到就这三天 跌掉了100块 这个换句话说 你说穆德不是好股票 当然是好股票 它的竞争力强不强很强 但是股价呢 一样会出现补跌的现象 但这种补跌就是补跌完之后 看后面有没有新的买盘进来 因为它竞争力还很够 还是会涨回去 这是后面涨回去 在目前的阶段当中 它基本上就补跌 这是一个补跌的现象 所以包括这边包含什么 包含了最近外资买的蛮多的 有没有 连勇今天打到快跌停 差一档跌停板 尾盘是中错了7.8个百分点 那连勇的部分不是外资升平吗 调升平等 那股价在高档有没有 到昨天都还在高档 今天就一根长黑棒杀下来 就是补跌的现象 这是补跌的现象 好 那也就是说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 有很多的好股票 其实已经修正回来 那原先筹码面比较优的 这些抗跌的股票 包括了刚刚谈到台耀 穆德拉这个连勇 也都出现了补跌现象 它是不是出现了 我们刚才谈到一个关键 我们再把中线落底的必经过程 再来拿来讲一遍 第一个叫K线连续长黑 第二个融资快速减肥 第三个叫基优股补跌 好我用基优股补跌的现象 来跟各位谈 所以原先的联酉 原先的穆德 原先的台耀 因为他们很基优抗在高档 而筹码面也很基优 它至少比被动元件 跟西晶元的筹码面来的基优 好你就说筹码面基优的这些股票 已经开始出现了补跌现象 那换句话说 当然就是进入到跌势的 未来就是跌势的末端 所以我想现阶段 已经进入到跌势的末端 剩下的部分 当然如果我们要来选的话 那你要怎么选 一定是跌下来的 一定是跌下来的 所以我想在这一次 这个礼拜天 我有一场演讲会 有两场说明会 那我取的名字叫风雨深信心 就是 为什么取这名字 因为最近真的 其实它是一个 很多类股都已经形成空头的现象 但是这种空头现象 是一个中期大回档 中期大回档 那回档之后后面 如果它的一个产业趋势没有改变的话 那后面一旦筹码面稳定之后 还会再涨回去 所以相对来讲 我在这边我就挑选了五档 好我认为它的竞争力是够 好那我会在演讲会场当中跟各位分享 好那待会我们来谈 我们先从另外一档来谈 我一定从这档拉开 叫做联亚 好拉开整个序幕 联亚这档个股它的低点在哪里 225块半 今天来到297块 当初的联亚也是被外资降频 有没有 被外资降频一度打到225块半 那现在的联亚已经来到了高点 然后来到了这个快300块 好我用它为例子 要跟各位分享就是 好的标的物在短线上面来讲 因为法人的降频 因为筹码面的不理想 造成它股价的修正 但只要它的竞争力够强 一旦回稳之后 股价就比较容易拉得上来 好如果这样的结构是存在的 我们就要去寻找 还有哪一支类似联亚这样的方向 就是它的竞争力是强的 但是因为短期碰到一些逆风而杀下来 好这个地方我挑出了五档 我会跟各位来分享 好早上在桃园下午在台北 就是9月16号礼拜天的演讲会 早上在桃园下午在台北 你加入LINE A之后点选报名 好很多好股票都已经杀下来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些取舍 也就是说不是你杀下来我就要买 好那杀下来之后我要怎么去观察 我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我现在进场 我的利润是不是大于风险 所以我要评估 然后评估它的一个风险 跟利润之间的这个关联 如果我的利润大于风险 我才愿意去做一个承接的动作 所以这五档股票挑出来 大概就是用这个方式去挑 至少我们现在进来 它的利润会大于风险 好这第一个 第二个 筹码有没有经过沉淀 你说被动元件有没有超跌 超跌 但筹码没有沉淀 我也不敢买 这个要等你筹码沉淀 筹码沉淀的部分 我会用看左脚买右脚的方式 来跟各位分享 会在演讲会场当中好好跟你讲一下 什么叫做看左脚买右脚的概念 然后这就是筹码沉淀的概念 第三个很重要 就是不是所有的股票杀下来都可以买 也不是经过了所谓的看左脚买右脚之后 基本上它就往上跑 那当然最重要是什么 第一个 产业趋势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就是你没有变坏 相对来讲你产业趋势是没有变坏 没有变坏的股票会不会杀下来 会要被动元件 那么你要吸一下它再涨价 对吧 这是筹码面的问题 所以我刚才谈到 就是基本上你的基本面没有变坏 那你股价修正回来 经过了左脚右脚的观察 经过了所谓的利润跟大于 利润跟风险之间的评估 我才会进来 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准则 也就是说产业趋势没有改变 那如果产业趋势改变了 那我就不要 为什么叫产业趋势改变 它就改变了 文贸就改变了 我带各位看一个东西 就是之前文贸杀下来 这一段杀下来是什么 是不是市场在 在讲一个东西就是 3D感测人脸辨识不会普及化 所以对于这个文贸的所谓的 它的拉货效益就会比较小 叫PA 功率放大器 所以为什么人脸辨识不会普及化 因为成本 第二个 没有什么必要 这个必要性没有那么强 所以只有苹果的iPhone X用了 人脸辨识 Android阵营里面有用 但是很小 它也没有普及出去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因为你增加了人脸辨识 就是这个功能 你的成本会拉上来 一般Android阵营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手机 它们所诉求的叫高的CP值 所以一般来讲 这没有用的东西 会比较拿掉 就好像3D压力触控 之前我跟你谈到夜晨 晨宏3D压力触控 3D压力触控 苹果也在评估 有没有效应 因为Android阵营是没有用 3D压力触控的 将来会做屏下指纹辨识模组 是对夜晨有利 但目前来看的话 3D压力触控的部分 似乎没有那么普及 所以苹果也有可能拿掉这一部分 因为当你功能增加之后 你的成本会上升 所以我刚才谈到 中国大陆的品牌手机厂 它们要求的是CP值 它们要求的CP值 就性价比比较高的话 可能有一些不用的功能 它不会拿进来 所以它的普及率就没那么高 好这个就是为什么稳帽的部分 虽然小摩说上看280了 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上看280 但是大摩今天消息出来 大摩说下看130 而且股价今天就打到跌停满 好所以最近的外资的报告 也是忽多忽空 这个会巴到大家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难 很难去用它来评估 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如果你是看到消息再去追的 那你现在就受伤了吗 如果我用之前的判断准则 左脚右脚的概念 如果可以买在低档 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 可以从容的撤退 我想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逻辑 所以相对来讲 我希望就是有一些好的股票 杀下来之后 看它的筹码沉淀度 所以这边用了三个原则 来去做一个筛选 第一个 现在买进去利润要大于风险 第二个部分 筹码经过沉淀 看左脚买右脚 第三个 产业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PA是改变的 所以这个地方不谈 好 产业趋势没有改变 或者我应该这么说 即使有杂音 但股价修正回来 所以有杂音 不是它产业改变了 你有杂音 现在有杂音 未来还是看好 现在因为某种原因 有了一些杂音 但未来还是看好 那这个地方你杀下来 我也认为是可以的 所以这一部分 可能投资朋友在做的时候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会往这个方向去选 所以不管如何 现阶段大盘的走势 我纯粹就结构面来谈 大盘虽然看起来 都没有任何的一个 相对来讲 还没什么太大的败向 可是肋骨的修正 已经非常的严重 他们已经进入到 所谓的末段的一个结构 这个末段结构 已经开始在杀融资 所以杀融资的一个现象出来之后 后面就会形成所谓融资 心理完毕之后 就会有机会做一个大反弹 所以我们在选的过程当中 不一定从产业面去选 但至少你本身的竞争力要强 这是我在挑出来 这五档的最重要关键 那我想这一次演讲会 礼拜天风雨生信心 礼拜天早上在桃园下午 在台北加入LINE 点选登记报名 现在接受看 明天同时间再见 拜拜 这一步投资风险